10号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新系台胞 指出 要在对台工作中贯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 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 习总书记关怀的话语让台胞们倍感暖心 他们也敞开心扉 为促进两岸进一步融合发展 积极现言现策 这个地方位置很好 一看过去就可以看到小金门 在下台籍音乐制作人陈建平近期正忙着为自己的录音棚装修 他还特地给录音棚选了个能看到金门的位置 他说习总书记提到要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 这让他更坚定了留在大陆发展的信心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向往的地方 因为两边的距离就已经都连在一起了 从2003年开始 陈建平关掉了自己在台湾的录音棚 选择到大陆发展 辗转几个城市后 他最终选择留在厦门 一开始他也遇到了不能自己开公司 买动车票要排长队等困难 但如今这些问题都随着31条会台措施的落地迎刃而解 最近我们也都办了一些居住证 那居住证的方式就是让我们跟大陆同胞在购票 在衣食住行方面都享受同样的一个方式 像这种做是一个很进步的方式 我觉得很好 受益于会台措施的还有到厦门银行工作已经五年的台籍员工王汝民 一直以来王汝民渴望在厦门买房安家 但之前由于无法办理房贷 让他屡屡在高额的房价面前却步 去年厦门出台60条会台措施解决了他的大难题 如今习总书记又提出要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 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 这让王汝民更有了归属感 也更坚定了他留在大陆打拼的决心 可以在这边投资资产 我可以在这边填购自己所居住的房子 我一直来厦门工作五年多的时间 我发现到很多的政策一直都是在对着台湾人在大陆工作 增加他们的这种便利性 相比王汝民 台胞黄启章已经在厦门娶妻生子 有了稳定的居所 但他也牵挂着子女就学问题 他说厦门会台措施实施后 给予台胞子女很大便利 再加上习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 强调了对台胞的关怀 让他们感到很暖心 就感觉到很窝心 很暖心 然后新进的一些 那个台胞也好 台青也好 入小学就都很简单了 就是就地安置 就学校一定会收 那让我们的台青 或是我们台胞来这边就免除后顾之忧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代表团审议时表示 要把已有的会台措施落实到位 并听取台湾同胞呼声 这番话让台胞们暖心又感动 他们觉得大陆已出台的一系列会台措施 已让他们受益良多 而习总书记仍然心系台胞 强调要研究推出更多会台利民的政策措施 只要能做到的都要尽力去做 家人般的关怀也让台胞们敞开心扉 纷纷现言现策 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如果说有一些相关的APP或是网站 让他们在台湾的时候可以下载 就是需要一些所需要的资料在上面都找得到 我觉得对他们而言会是一个蛮大的注意 就是金融方面 金融很多业务嘛 尤其我们9月1号那个居住人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希望我们去的时候就 很快速的可以办理好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金融业务这样子 只是希望能够再更进一步 能够承认这一些的驾照啊或什么的话 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通用 感谢观看